二十五件,今年最新黑科技,五金工具,国外老师傅抢着药,第二十名 第十九名 我们平时在焊接焊的时候,都需要人浮,而且角度还需要脚尺测量,特别浪费时间 如今我们有了这个神器,只需要往焊接处轻轻易搭 搭上去以后就是九十度,直接开焊,特别的牢固 如果想焊四十五度,我们就把它立起来,这样就是四十五度 想要焊一百三十五度,我们再把它倒过来,这样就是一百三十五度 一个人轻松换接,不用人浮 第十八名,这款活动颁售,多功能设计,活口可调,满足各种需求 大开口设计,轻松应对不同规格的螺栓,位于安装,管道维修,义务多用 是您的万用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正品利器 第十七名 这样更换劈头钻头太麻烦了,我们可以安装一个弹跳式的转换头 这样我们在更换劈头的时候,只要按压就可以弹出 以后更换钻头就方便多了,什么样的手电钻都可以使用的 第十六名 第十五名 很多师傅不知道电动扳手还有这样一个隐藏的功能 把原型的十心四方轴拆下来,换上这样一款六角空心四方轴 怎么拆的,再怎么装回去 这样我们的电动扳手就可以安装各种六角柄的劈头,钻头 去当做一把电钻使用 同心度也非常好 特别方 第十四名 第十三名 这是一款非常实用的木工大力钻 钻动螺丝即可调节开口高低厚度 活动前口使用多种材料 带有防滑垫片,防纸加伤板材 一键锁紧,加持力度大 零件稳固不松脱 咱们在工地干活没人帮忙的时候 可以当个辅助工具 轻松拆卸,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十一名 来,大哥看好了啊 都说我一个女的手劲大 说我的作品弄去作假 来,今天咱们一气合成啊 来,没有任何的剪辑,我直接简单看一下啊 来,单锁啊 三合米的铁钉就这么轻松 看一下钢丝绳 也是单锁啊 你们都能看得见了我的手是吧 来 再给你们捡一个小锁头 咱们看一下 小锁头都是全新的 刚拆包的啊 看一下 我再把这边给你们捡的 来,看一下 再给你们捡一个六个厨的霸王钻 来,看一下搬家这个钳子的钳口 第十名 小锁头 第九名 第九名 第八名 第十名 第七名 老体们啊 平时100型的角膜机切割四乘六的方管 一次性切不透 需要分两次进行切割 特别麻烦 现在我们只需要一招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拆掉100型角膜机上下压板和锯片 然后换上这一款125型号角膜机防护罩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比它大一圈 然后换上125型号角膜机压板 现在我们就可以安装125型角膜机锯片 扣上压板 拧紧螺丝 它就变成了一台125型号的角膜机 一次性轻松切透 四乘六方管 方便快捷 省时省力 一天干两天的活 第六名 这种普通的塑料垫钻夹头 安装皮头 钻头 怎么拧都拧不紧 手都拧吐鲁皮了 还是会松 现在我们只需要更换上这样一款 手电钻机轮自锁钻夹头 机轮设计一键是自锁开关 特别的方便 安装更换特别的简单 首先把原电钻夹头内反压螺丝取下来 然后找到一个内溜角 短头部位夹在电钻前端 夹紧后把电钻调节至反转功能 按下开关即可取下原夹头 然后直接更换上我们的手电钻机轮自锁钻夹头 更换时注意原夹头内螺纹尺寸 最后再把反压螺丝安装回去 安装完成 现在我们再去安装劈头钻头 一键是自锁 特别的方便 再也不怕把手拧吐鲁皮 第五名 不用我说 这个东西你一定没见过 有些螺丝拆线非常不方便 电动扳手根本无法干活 这个问题现在终于解决了 赶紧来看看咱们这款弹簧接杆 管制采用弹簧设计 能使用各种角度工作 接头带有防托卡球 即使弯折再大的角度 它都不会脱落 使用非常简单 直接安装在电动扳手上 就能使用 无论是狭角拼接使用 还是工作中使用 它都是轻松省事 高效便携 第四名 以前吊顶 我们都是使用这种膨杆螺丝 不仅敲进去费力不说 说实话 拧螺丝都拧到手抽筋 但一家吊顶活真心类的不行 其实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打入式壁虎插钉 用六里电锤钻头先拧孔 然后把壁虎插钉 用铁锤敲进去即可 它有一个大钉帽 紧紧抓住木方 是不会松动的 这样不仅安全 效率还高 第三名 就是这么个小玩意 给我家物业气勾枪 有了它 以后你家要是想开电箱 看水表啥的 就不用点头还腰的 去求物业了 自己就能开 小脚一个揣在兜里 坐火车上厕所都方便了 加厚的炭钢材质 结实耐用 四合一的设计 内三角 外六角 方孔 圆孔 它都能拧 生活中能用到它的地方 可多了去了 而且这小玩意 还不贵 顺手给你家 也备上一个吧 第二名 这是什么好工具 你见过吗 平时咱们用完转头 在换劈头的时候 特别的麻烦 还得正转 还得反转 消耗手电钻 磨损手电钻 今天装上这款 快速六角饼接头 装上它之后 咱们不管是用转头 还是用开孔器 还是用劈头 还是要套头 都是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快捷 轻松拆卸 非常好用 提高干活效率 第一名 有了这种胶圈 不用麻烦缠生料的 软硅胶的材质 泡在龙刀上 紧密贴合螺纹 随便拧几圈 就安装好了 新少小牌 都能轻松安装